可惜春日拥有太多花 无法放下对你的牵挂 你教会如何爱上 却没教会我方向 可惜夏天拥有太多花 被掩盖在缠绵围绕的树下 却无人当场真情话的真假 后来我没有按照爸妈给我的规划读研 而是选择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总算学会坦率地面对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大概是阿泽 唯一留在我身上的印记吧 归是神差的 还租下了 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也许是为了和心底的那个名字 来一场漫长的告别吧 也许 我不曾想要告别 卓宇 卓宇 小夕 怎么样 今天成功了吗 刘总那个老油条 难搞得很 根本不松口 你这边怎么样 老板太没人性了 为了能被MC丢丢高价收购 设置这么奇葩的KPI 搞得这段时间大家累死累活的 我也累死了 我也快累死了 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酒吧 开心一下吧 好啊 我就不去了 你们玩得开心啊 哎呀 别扫兴了嘛 反正你下班也没事 去了去了啊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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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个游戏呗 来啊 好啊 闪如蝶 看我咬五干啊 哇 不是吧 这么强 好啊 行不行啊 干杯 别喝了 等我服了 等我服了 不要服了 慢点啊 星星别玩了 喝太多了 那我服你啊 你谁啊 那位小美女 你放开啊 你放开啊 我来晚了 我是她男朋友 就不麻烦你照顾了 阿泽 你这个人怎么办要讨论出来 按什么套路 就是 一般会这样 一般会这样 是阿泽回来了吗 还是我在做梦 谁要对不起都不会说 好啊 嗯 啊 啊 嗯 啊 的 呢 人生迟到了三分钟 你昨天干嘛去了 说好的不醉不归呢 一下就不见人眼了 我昨天去了 不过都不重要了 我跟你说 你今天可错过了一个大帅哥 谁啊 M Studio收购组的组长白泽呀 半小时前他们已经入住公司了 你居然选今天值得 真是撞在枪口上了 赶紧去到办公室报到吧 这么倒霉 请见 请见 请不吝点赞 每眼盖子缠密围绕的树下 却无人当场 真情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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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话的